Hello 我是Wing Sir Benny 今天想跟大家說什麼是程式交易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YouTube頻道和我是教程式交易 但我未對著大家正式說過程式交易究竟是什麼 程式交易和量化交易是一樣的 不過量化交易是說很大量的數目模型 我們先說一說程式交易 歷史非常悠久 早在什麼時候開始呢 其實程式交易一早已經去到1982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程式交易 此創人就是James Simon 程式交易有三座大山 第一位最厲害的位置就是James Simon James Simon是一個出生於美國1938年的時候的人 到現在已經85歲了 他還是在生的 而且非常壯健 而他不遠於麻山理工 他是專攻數學科的 是一個超級的數學專家 但到了1982年 他就建立了一間基金公司 和當時一些電腦學系的人 一起建立了一間叫做文藝復興科技有行公司 就是第一個進行量化交易 或者程式交易的公司 那為什麼James Simon會建立程式交易呢 就是當時社會上各個階層 就會覺得 你讀數學的 讀完數學也是沒用的 廢的 有多可有用 那James Simon 既然去到教授級 他到了這個地步 其實數學的應用層面 是可以在現實上 真正可以賺到錢獲利的 所以他計算了這條數之後 他決定做一般數學家不會做的事 就是走出來 開一間程式交易 量化交易公司 40歲的時候 才創業去做程式交易 James Simon 他的基金公司 文藝復興科技銀行公司 每年能夠帶給客戶的投資回報 是66厘 遠遠超越了巴菲特的投資回報 巴菲特在過往這麼多年的投資回報 大約是20厘 而James Simon 是可以做到66厘回報的 坦白說一句 我自己找了很多資料計算 原來他的投資回報 建基於用了12.5倍的槓桿 如果你想真理學習什麼叫槓桿 或者槓桿怎樣使用 你就要報我們的Online旗子班課程 兩天Online旗子班 適合海外人士去聽 包括馬來西亞 新加坡 澳洲 加拿大 英國 美國的朋友都可以聽 只要你聽得懂廣東話 你可以加入 報名連結在下面 而我們香港的現場班 適合香港本地的居民 自由地可以過來香港上課 而這個課程中 我們都會講解 如何安全地使用槓桿 安全地使用槓桿 簡直可以做到輸打贏要 即是說 輸錢不關我的事 賺錢就是我的 記得大家一齊 立即下面的報名連結參與 好 這部分我們講完之後 回來 James Simon竟然做到福布斯 全球排名第49位 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究竟他怎樣去賺錢呢 James Simon說 投資市場上 所有的人都不是建基於理性投資 全都是感性投資 而他捕捉到這一點 利用程式去分析人 何時overbuy oversell 即是說過份樂觀的時候 買了很多東西 導致市場出現泡沫 在這個階段 他就用程式 可能捕捉一個頂位 進行沽貨 第二件事 人們會看到過份悲觀 而過份悲觀的時候 可能對於投資上 完全失去興趣 香港人對於股票市場 也很冷感 而我覺得美股很貴 那究竟怎樣做呢 最好就是 學習Fall of Force 就是程式教育 炒外匯 當然這件事 仔細的內容 我們會在課程中講解 所以如果你很理性 進行投資 你必須用電腦 或者程式 幫你上行交易 你的力量才可以最大化 而且保持中立 原來人類 在基礎上 本身已經是投資不理性 市場上 還有一把的推手 而這把推手 是甚麼人 令人類那麼容易輸錢 第一個 就是投資市場上的 惡魚 也就是大戶 原來大戶 會製造很多假新聞 假消息 大家都知道 香港很多財經演員 包括經常上電視 說某隻股票會大升 某隻股票會大跌 所以Wing Sir經常都和大家說 千萬在投資市場上 誰都不好信 訓練自己的腦袋 用自己的方法去投資 冷靜地去分析 有一個話題想和大家說說 就是原來市場上 有一群真正的黑手人士 而這個黑手人士 是有政府和軍方背景的 這一群就是金融特工 在網上未必能搜到這件事 在網上搜不到金融特工這個名詞 甚麼叫金融特工呢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他們官方的金融代表 去管理整個金融市場的運作 這些是一個公開透明的機構 但是這些公開透明的機構 背後有一群黑手人士 包括他們會進行很多金融上的操作 是不能見光的 而這群叫金融特工 很多時候直接摧毀對方國家的經濟 已經達到軍事上的目的 而這個出手方法 就是由金融特工去出手 而這些人士 幾乎所有國家都不會承認 有這個特別部門 而這個特別部門 在大家非常出名的 以塑林醉裏面 有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我不說完 往後的影片 我專門製作影片 出來講這件事 第二座大山 是在美國成立的 2001年的時候 在美國成立了一間公司 叫做Two Sigma 這間公司 成立到現在 它的基金規模已經達到580億 這間Two Sigma是全球第二大程式交易 或者量化交易基金公司 他們有兩個創辦人 第一位創辦人就是David David是一個畢業於麻省理工的 電腦專才 第二位就是John John本身是一個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碩士 他本身的強項是一個基金經理 兩個人合組了一間Two Sigma公司 而這間公司 正在發展一個超級數學模型 Two Sigma公司最近發佈了一個消息 建立了一個超級電腦系統 這個超級電腦系統 每秒鐘可以進行一百萬億次的運算 很誇張 這些就是量化基金擁有的超級武器 一般平民百姓很難得到這些超級電腦 而我Wing Sir就是目標 希望將來擁有一部量子電腦 做到類似的運算能力 以上是說了金融界的兩座大山 市場上有一間叫做安山集團 這間安山集團 我曾經跟他們溝通過 了解過他們 而他們是做甚麼的呢 這間安山企業 就在華爾街那邊創立了兩化交易系統 而他們的兩化交易系統 是全球進入了一百間投資銀行 他們的場外OTC交易 場外OTC交易 場外OTC交易就是 每天他會進行歐元和美元交易 而他沒有用任何槓桿 當年我跟他溝通的時候 他大概每年的回報 可以有二十六到二十八利 他的利潤回報 一年有二十六利 他派給投資者大概是八利 八利回報已經很棒 但好像對很多人來說 第三代大三 就是幫助一般散戶投資者 可以輕鬆地進入城式交易市場 或者量化交易市場的 Wing Sir 我自己本人的投資回報 每年 每年我們創造到500%到1000% 其實我的投資回報已經不算誇張了 我教出來的學生他的成績更誇張 那究竟他們怎樣做得到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 我用了500倍到1000倍槓桿 但我知道普羅大眾未必他們懂得自己寫程式 也不懂得分別的程式很愉懷 所以我們公司決定自己開發程式 去幫助普羅大眾用這些程式輕鬆地獲利 我們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對於金融科技 或者投資領域是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對於今集的影片內容有什麼想分享 也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對Algo Trade有興趣 想體驗可以設定全面交易策略的EA程式 可以立即報導 面秀5小時AI自動交易程式入門課程 課程由亞洲自動程式交易權威 Mr.Rain Ng 親自教授 分享多年經驗 讓學生少就冤枉爐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自動程式交易的資訊 可以點擊Infobox的連結 報導免費的Online兩天AI程式炒其子的課程 啦 我們下集นะ 再見啦 好